這是The Capitle 是賣子錢 中文翻成賣子錢 回教一年有 也就伊斯蘭教 一年有兩個大節日 一個是中校節 一個是開齋節 那今天我們是禮開齋節 開齋節這個錢呢 是賣子錢一定要在開齋節前付 一個人按照家庭成員 每個成員兩百塊 如果家裡有四個人就付八百塊 付這個錢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人 不管是寵苦的人 他們也都能跟大家一起歡享開齋節的一塊 所以這個錢是完全要分享給窮人 讓他們分享開齋節的快樂 那另外那個是 刷掌格是隨手的 還有天客的錢 那個不是一定要在賣子節 不是一定要在開齋節之前給 這個錢是一定要在開齋節之前 在開齋節之後給的就不算了 所以這是教法規定的 至於這個天客的錢是每個人收入的 每一年每個人收入的 四十分之一 百分之二點五 是一定要出天客 不出也是會違背教法 是有罪的 這個天客的錢是記住貧困的 那個不一定要在開齋節之前 賣子錢一定要在開齋節之前 嗯 那這個錢你們怎麼樣交給他們呢 這個錢是由我們 青春思維有指導一些貧困的人 他們會到這邊來領 或者是我們到他們家裡去拜訪他們 給他們把這個錢拿給他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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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